华语电视晚间新闻由历程贸易赞助播出 以降为魂 美味传承 牛头牌干拌面 各大超市有售 拜登誓言2050实现零排放 全球新冠死亡人数超500万 万圣洁派对枪击二死多张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11月1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宇兴伦 总统拜登提出15% 全球最低企业税获得了20国集团的全员认可 在取得这一重大顺利之后 拜登讨论全球经济 并呼吁各国共同面对供应危机 而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 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采取行动 而拜登更是誓言 美国将引领全球 在205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 在上周末 总统拜登出席20国集团峰会 并取得重大胜利 在周六的会议当中 20国领导人对拜登提出的15%的 全球最低企业税表示认可 拜登表示向跨国公司征收最低税 是为了防止大企业隐藏利润 并以此为贫困国家提供更多的新冠疫苗 而在昨日的会议当中 拜登讨论全球经济 并督促各国互帮互助 以此缓解全球供应链的僵持局面 并且此外 拜登还宣布了他为解决美国供应链危机 而采取了相应计划 该笔资金将被用于简化海关手续 并以此缓解供应链的僵持 同时拜登还将签署一项行政法令 授权五角大楼为港口提供重要物资 然而交通部长指出 即便如此 美国今年的假日季节 依旧会受到影响 而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各国领导人在今日的第26届 气候变化大会中 纷纷表示他们将会采取具体行动 并且总统拜登也在会上宣誓 美国将在这方面引领全球 并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 让我们回答历史的呼吸 我的政府正在工作 以示出我们的气候 是行动而不是言动 辉瑞公司为5到11岁儿童生产的疫苗 授权过程正在顺利的进行 疾控中心疫苗顾问将于明天 对是否批准辉瑞儿童疫苗进行投票 如果获得了批准 最快周三就可以进行注射 同时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揭示到今日新冠病毒在全世界 已经造成了超过500多万人的死亡病例 辉瑞公司为5至11岁儿童开发的新冠疫苗 可能在本周启动 上周五FDA授权可为5至11岁儿童 接种辉瑞疫苗 是第一款针对儿童获批 使用许可的新冠疫苗 疾控中心将于明天进行投票 辉瑞儿童疫苗即可获得疾控中心批准 最快周三就可以进行注射 但是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父母说 他们会马上给孩子接种疫苗 三分之二的人表示 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孩子的未来生育能力 医生表示在病毒和疫苗之间 最大的风险是新冠病毒 根据约翰霍姆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止到周一为止 新冠病毒在全球共造成了500多万死亡病例 而实际死亡的人数无疑是更高的 这样的损失几乎等于消灭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全部人口 或者新加坡整个国家的人口 死亡人数最多的是美国超过了76万6千 其次是巴西和印度 专家们表示500万是一个低估的数字 许多国家无法准确记录死于新冠的人数 如印度和非洲国家 专家们也对于其他国家的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比如俄罗斯 专家们还表示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真正了解新冠的伤亡情况 不久前 德州实行心跳法 禁止怀孕六周的孕妇进行堕胎 由于受到广泛争议 最高法院在今天聆听了双方的论点来决定该项立法的命运 然而相比该项立法是否含有违宪的嫌疑 法院更加专注于该项条款的背后逻辑 以及司法部门是否能在法庭上对其发出挑战 不久前 南部德州通过心跳法 禁止怀孕六周的孕妇进行堕胎 而应受到各界争议 美国最高法院在今日聆听了双方 在该项立法上的口头辩论 据悉 如果通行 该项法律将成为美国境内 最为严格作为封建的堕胎法案 法令禁止妇怀孕六周 也就是医院初次检测到胚胎心跳的时候进行堕胎 而这通常都发生在妇女本身得知自己已有身孕之前 然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并未讨论德州的该项立法是否有为罗素伟得案 然而相反的 法院更加专注于立法非同寻常的制定方式 以及司法部门是否能够在法庭上对其发出挑战 同时 该项立法背后的逻辑以及制定方式 是否能被用于挑战其他权益 也是法官们在意的重点 然而大法官卡瓦诺表示 由于堕胎是一个悲剧争议的话题 并且也没有其他宪法权益来得更加明确 因此 德州该项立法的执行机制 应该不会让其他权益处于危险之中 并且在下个月 法院还将审理密西西比州的15周堕胎禁令 但在此案当中 法院却表示罗素伟德案将会发挥作用 在芝加哥习交的一个万圣节活动中 一名枪手向来参加派对的人开枪 造成两人死亡十几人受伤 枪手目前仍然在逃 同样在万圣节的德州也发生了枪击案 在一场几百人的聚会中 枪手在聚会上随意扫射 造成了一丝酒伤 目前嫌疑人已向警方自首 在芝加哥西郊朱丽叶市的一个万圣节活动中 一名枪手向来参加派对的人开枪 造成了两人死亡 十多人受伤 这场活动吸引了两百多人 最初的计划是邀请大约50名家庭成员和朋友参加 目前嫌疑人仍然在逃 枪击事件还在调查当中 同样在万圣节的德克萨斯州也发生了枪击案 在德州德克萨卡纳的奥克塔维亚活动中心 举办了万圣节派对 在这场几百人的聚会中 枪击造成了一人死亡救人受伤 警察签发逮捕令后21岁的昆泰麦诺里向警局棋手随后被捕 参加拍队的人很高兴表示他们还活着 东京地铁随机商人 17商 先去过后来看火急新闻 日本东京都周日晚间在行驶中的地铁电车内发生随机砍人与纵火案 造成了17人轻重伤 嫌犯是24岁的男性福布公泰被警方以杀人为罪罪逮捕 他共称是想借由杀人被判死刑 当地时间周日晚上8点左右 行驶在东京都的金王县电车车厢内 嫌犯福布公泰以刀刃砍伤一名坐在座位上的72岁男性 造成受害人重伤失去意识 福布随后在车厢内泼洒打火机用油并纵火 有16人因火灾浓烟呛伤 乘客使用紧急手动开启电车门 造成电车的停车位置没有对准月台门 电车门打不开 乘客只能纷纷由窗户逃离车厢避难 警方赶至事发现场制服福布 以涉嫌杀人未遂的罪名将他逮捕 福布犯人时装扮为漫画蝙蝠侠里的小丑 穿着绿色衬衫 截领带 外面穿着蓝色西装外套与大衣 警方赶至现场时要求他丢弃刀刃 他听话照办 根据警方表示 嫌犯于今年6月左右工作失利 交友也不顺 他想死 但是靠自己死不了 所以想借着犯案已被判处死刑 搜查相关人士透露 福布面对警询时说 他认为杀两个人以上就会被判死刑 他还有参考8月发生的 小田极限电车随机砍人案 今年8月 小田极限电车行经东京试田谷区时 36岁的男子对马优介 在行进车厢内持刀砍人 并泼洒沙拉油企图纵火 造成食人轻重伤 两起事件间隔不到三个月 奈及利亚一座在建高楼今天突然倒塌 事件发生一个小时之后 只有工人们在徒手挖掘残骸 政府的救援人员却迟迟未到 倒塌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拉格斯的紧急事务管理局 也终于在数小时之后启动了应急的响应进化 奈及利亚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30分 该国的商业重镇也是最大的城市 拉格斯 一座21层的在建高楼突然倒塌 数人被埋在昏凝土瓦砾之下 根据当地两名建筑工人的说法 建筑物倒塌时 大约有100名施工人员在周围工作 目击者称在倒塌的前几分钟 一侧的柱子存在着断裂的情况 随即就发出了巨响 震动大楼应声倒塌 附近的居民尼日利亚律师协会主席 奥卢阿帕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我在下午冲出公寓时 我以为是地震了 我感觉大楼都在移动 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让人感到担忧的是 大楼倒塌数小时之后 也只有上百名工人在周边转来转去 无助地检查着混凝土的残骸 只有疏人用徒手挖掘救援 不少工人对于官方救援行动的耻缓 感到了不满 其中一位名叫拉希德·欧拉米勒坎的工人 从瓦里中成功救出了三名同事 他说我是奈及利亚人 我必须拯救我的同胞 在之后不久 拉格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才宣布 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计划 根据该机构发布的声明 救援人员和红十字会已经赶到了现场 重型设备和生命检测设备也都已经出动 不过按照官方的说法 至今为止也无法确定被困的具体人数 死亡和受伤的数字也都没有公布 事故发生的原因依旧在调查之中 这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 建筑物倒塌其实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 2019年时就有两座建筑物倒塌 其中一座还是学校 直接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亡 一位当地的专家曾经表示 由于施工技术和材料的不足 拉格斯有超过1000座建筑物 面临着倒塌的风险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首度恢复举行 一年一度的亡灵节大游行 市区街头周日随处皆是巨型的骷髅 色彩缤纷的服装 墨西哥传统音乐和舞蹈 包括当地人和外来游客在内 数以千计的民众 沿着穿越首都的游行路线排列 只为了轻度这一场盛事 每年的11月1日和2日 是墨西哥的传统节日亡灵节 亡灵节将西方的万圣节 与墨西哥风俗相融合 是墨西哥最隆重 最独特的节日之一 去年因为疫情中断的 墨西哥城亡灵节游行 今年恢复举行 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庆祝这个崇敬生命的节日游行 从墨西哥市主要广场佐卡洛展开 缤纷的花车 乐团和表演者进行期间 改革大道沿街民众大多戴着口罩欣赏 还有些人自豪地在脸部 涂上鲜明的骷髅头头案 当局特地将这场活动 献给前线医疗工作者和疫情的受害者 墨西哥官方统计 感染新冠肺炎不治人数 逾28万8千人 是全球病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如今 随着首都 大多数成年人都已接种疫苗 每日病故人数呈下滑趋势 当局允许 今年恢复举行亡灵节大游行 去年 墨西哥爆发严重疫情 游行被迫取消 不过 官员表示 目前墨西哥市95%的成人 已完整接种疫苗 全国病故人数也大幅减少 市长轩鲍姆说 是时候重新开放城市了 一位游行民众穿着骷髅套装 头戴特里比帽 半张脸涂着骷髅头的图案 他说 我喜欢来看看 这个墨西哥人不能忽视的传统 我们让死亡轻如红毛 我们庆祝死亡 上周六清晨 北加吉尔罗伊市议员的住所中 发生了枪击案 并造成一死三伤 根据目击者描述 该栋住宅在案发 当时正在举办一场万圣节的派对活动 而枪手在现场与派对人群 发生争执并开火 前范目前已经被执法部门拘留 而案件的细节 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在上周六清晨 北加市议员罗贝卡·阿门达里斯的家中 发生枪案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警方表示 两名伤者情况较为严重 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该起枪案发生于北加地区 吉尔罗伊市 而在案发当时 枪手在派对现场与他人发生争执 并立即开枪 而据地区居民透露 当地的社区治安一向有待提高 而在万圣节等假日派对期间 治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然而与其他事故不同 此次枪击案发生在一名政府官员家中 在部门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 市议员阿门达里斯庆幸他的家人在此次事件当中并没有受伤 而据执法部门透露枪手将可面临谋杀指控 目前已被关押在圣克拉拉监狱当中 而此次案件的受害者与枪手年龄相仿 大约都在17到19岁之间 然而案件的具体细节以及状况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侵入性杂草正在给加州的太浩湖带来日益增长的威胁 而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将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水域研究人员表示现在要根除这个问题为11万 但投入测试的新除草设备可能可以控制这个局面 环境组织称就是对抗入侵水生杂草的零地带 入侵性杂草对整个太浩湖造成了可怕的日益增长威胁 大量的杂草覆盖了多达90%的塔货级水稻 它们被困在船上改变了湖泊的生态系统 目前使用的是昂贵的收割设备和日常清扫 但科学家们表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测试系统 为了控制威胁整个湖泊问题不顾一切的进行尝试 这些方法包括使用除草剂和优微灯系统 目前正处于公开投入阶段 他们希望明年春天能够得到批准进行测试 与此同时 离太浩湖几英里的海带上的景观 正是游客们所能看到的 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这片水域的科学家们表示 要根除这一问题为时已晚 但他们仍乐观地认为 这次测试可能是控制这一问题的一个机会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11月1号 星期一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一美股市开高震荡收高 进入了11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股市全面的高开 三大指数起步上扬 导致开盘就上涨了超过白点 本周投资人将会迎来CVS Left以及Square等一系列最新的财报 而截至上周五 已经有超过半数的标普百成分公司 公布了三季度的财报 这当中82%的盈利超出了预期 而如果这种势头维持下去市场预期 标普成分公司的盈利增长率 将可以超过36% 这是至2010年以来第三高的盈利增长率 除了企业财报之外 市场本周将焦点也会放在 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上 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即将于明天周二展开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会宣布 要逐步缩减购债 同时关注任何与升息相关的讯息 高盛的经济学家就预计 美联储将提前一年 在2022年就明年的7月份会进行升息 今年经济重启股是领涨的 航空股还有零售股表现正面 另外福特汽车与西方石油公司 今天收盘也分别上涨了5%与3.8% 表现相当的亮夜 收盘时主要股指收高 道指是涨了94点 收报在35,913点 标普白指数涨了8点 最后收报在4,613点 纳指上涨97点 收报在15,595点 在经济数据方面 供应管理协会今天公布了 10月份制造业指数 由9月份的61.1下跌至60.8 新订单指数则是由9月份的66.7 跌至10月份的59.8 这是自去年6月以来的最低 另外今天还公布了 有10月份的market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值 跌至58.4 低于初值的59.2 同时也低于9月份的60.7 至于个股消息方面 首先来关系的是 哈雷机车交易代码HOG 今天收盘时 股价大涨了超过9个百分点 收报在美股39.80美元 美国和欧盟在周六达成协议 同意要结束 川普执政期间实施的钢铝关税 作为回报 欧盟方面也取消了 对于威士忌 哈雷机车等产品的附加税 小鹏汽车交易代码XPEV 今天收盘时 股价是涨了2.66% 收报在美股47.87美元 中国智能汽车小鹏 他公布了10月份的交付量 达到了10,138辆 连续两个月破万 并且较去年同期 暴增233% 今年前9个月 累计的交付量 是达到56,404台 好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 文卫廉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以上就是今天11月1号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宇兴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天同一时间